大家好 那我們為大家介紹一下S-Cloud小改款 第一個新功能就是在手機無線充電裝置 前座中央扶手的部分 只要把你支援無線充電手機直接放上去 不用任何的操作 它就會開始自動的充電 這是小改款一個全新的配備 另外這次我們也支援中文聲控的功能 就是方向盤上面這個按鈕 往上撥然後說出指令 例如 撥號給布萊德比特 布萊德比特 雖然固定電話正在撥號 因為我的手機已經跟他做藍牙的連結了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唸出我通訊路上的某個人 他就會自動撥號給他 像現在就是撥通 另外像是整個範圍燈的顏色 也可以用口說來做調整 但是現在光線可能比較亮一點 範圍燈紅色 分圍燈轉為紅色 那因為現在比較亮 那比如在車比較暗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分圍燈就會整個變為紅色 那另外像是地址輸入的部分 也可以藉由口說來達成 輸入地址 請說出地址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129號 請提供行列號碼 2 編號2已接受 是否要開始到新目的地的路徑導引 是 正在開始路徑導引 所以可以就經由口說的方式 把完整的地址說出之後 導航就會自己把我們帶過去 另外像是有一些 不管是空調 電台等等 也可以經由這個全新的 口說靈回川面的功能來達成